哥哥,為何你到現在還用膠袋這麼環保 你知道田區快沒位了嗎? 這個袋我用了很多次了 剛好這次被你見到的 既然你這麼環保的話 為何一開始要用膠袋呢? 既然你都這麼綠色環保 為何不考慮轉帽呢? 你知不知道是哪個Mario? 我知道 他戴什麼帽子? 帽子是紅色的 那他的孖山兄弟叫什麼? 叫什麼...老什麼? 忘記了L字 你看你啊,都忘記了 如果轉帽綠色帽子的話 我不是由主角變成佩哥 算你好東西 這樣都被你爭取 其實這個袋是因為當時買東西太多了 連環保袋都不夠裝才會再加 不過你說我不環保 你看看你自己一堆環保袋 你這樣就環保了 唉,我想的什麼 有時候忘記拿袋出門 其實大概都明白你的想法 有時候又想買東西 今晚又沒有帶環保袋 但又不想自己去不環保那一格 於是你就得去買多一個環保袋 那買是一個 其實這個是一個麻木的搞環保行為 就是最近墨多六庭的飲館也是一個好例子 不給用飲筒不是好事嗎? 為什麼連你都這樣說呢? 原本就可以自己拿飲筒 現在就一刀切 說沒有飲筒就沒有飲筒 我有一次還特地去測試 問我職員 看我能不能拿飲筒 結果直接答我一句 沒有飲筒 但是你知道我最生氣的 又看到什麼 難道旁邊有職員買飲筒? 如果是這樣我還需要問職員 那又是 那你發現什麼? 我發現職員在裡面拿飲筒出來用 哦 我明白這種感覺 就好像學校在夏天舉行那些沒有冷氣 那樣 當天40度熱死奶奶 每個課室都沒有開冷氣 那我做這裏科長的要拿功課 結果走過校長身 我發現校長身開了冷氣 校長一個人自己在那裡探冷氣 為什麼校長開冷氣 你會知道 校長他奶奶沒有關門 那麼可惡? 對呀 跟你遇到的一樣那麼可惡 好像怕死你不知道 特意給你看看 就是啦 不過話實話 如果你是麥當勞 你會怎樣做? 其實剛才你也有提過 飲筒可以用賣的方式去提供 五毫子或者一元條 就好像以前的甜酸醬 都是不用錢的 但是現在都買五毫子一個 買麥樂雞會送的 我自己是額外要的時候要付錢 以前不用錢的時候 那些人額外要多加一兩個 不過感覺好像很多人都不介意額外付錢 那就是你的感覺 大部分人都是不願意額外付錢的 就如我們剛才所說的膠袋為例 有調查數據顯示 在未收膠袋徵費的時候 有七成半的人買東西是會落袋的 但是一旦實行膠袋徵費之後 就跌了一成半的 原來成效都不錯的 那會不會有些不用額外付錢的方法? 不收錢 就像其他店舖一樣換成紙飲管 那到頭來大家都在製造浪費 用紙飲碰也好 現在這個方案 可以減少浪費當然是好 但是我們都不應該做一隻環保的呼應 盲目地跟隨環保的行為 就像你那樣一大堆的環保袋 一個人一個 又或者有些人會帶些餐具 去取代一些積器餐具 雖然自備餐具聽到很環保 但是他又拿一大堆濕紙巾去清潔消毒 又變成製造另類的垃圾出來 還有還有一些所謂的環保放生活動 聽起來就好像為了環境好 為了動物好 事實上放生 要不放生的動物死 要不放生的動物就侵佔了環境 簡直就是破壞和污染的源頭 還有例子舉得好 你剛才所說的所謂的環保行為 根本只是做粗 其實要不要環保 怎樣環保 都真的很好這樣想 環保不是宗教 亦都不是潮流 你不可以強迫別人跟他一樣環保 其實這是發自耐心 想做就做 其實環保是對的 但是不環保不代表錯 對 所以我已經想好了 如何處理我的多餘的環保袋 怎樣處理 拜年的時候都是裝禮盒送出去 應該很快就會送完 好厲害 過來看看 這個人竟然將大量食物放入 又乾到洗澡 又吐心又浪費 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不應該批判別人的行不行 不過我覺得他應該自己有所覺悟 什麼覺悟 他可能都知道自己的思想和行為 本身對於地球來說是一大的污染 所以他就實成了一個切頭切尾的污染物 過去之後環保 鬧人的時候完全沒有粗口污染 多謝